由于工作形成访满 明星的婚姻生活很容易遇到各种问题 尽管他们总是以光鲜耀眼的一面世人 背后其实也承受着不少心酸 最近蔡琴在综艺录制过程中 极度哽咽诗语 了解到她眼泪背后的故事 就能明白她为何会在公开场合如此失态 近日蔡琴在综艺录制过程中 蔡琴以嘉宾评委的身份参与某综艺录制 当听完新人歌手强冬月演唱的出嫁后 蔡琴忽然眼眶湿润 耿艳之表示 我的婚姻失败了 曾经也和你一样 那么甜那么美 随后在另一位妈妈组的歌手李佳格演唱完毕后 今年62岁的蔡琴又一次触景深情激动落泪 她表示 没有孩子是她一生中最遗憾的事 妈妈是我永远都不能 尝到的一个角色 蔡琴近年来极其低调 很多老牌艺人 到她的年纪都开始推自己的下一代进入娱乐圈 可蔡琴却无儿无女 截然一身 从她的语气就能感受到 她其实非常向往拥有自己的孩子 之所以至今都没有生育子女 并非因为她不喜欢孩子 而是被一段错误的婚姻 一个渣男耽误了一生 1984年的时候 政治事业巅峰 又风华正貌的蔡琴 因拍摄电影认识了导演杨德昌 杨德昌比她大十岁 此前已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可蔡琴却被杨德昌的财气深深吸引 随即就义无反顾的陷入爱河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蔡琴和杨德昌也算是狼才女貌 非常般配的一对 蔡琴在娱乐圈的知名度 远高于杨德昌 以现在的说法 其实是杨德昌蹭蔡琴的热度 可蔡琴却在这段感情中 不断地放低姿态 事事委屈求全 就连求婚都是蔡琴主动提出 蔡琴提出结婚后 杨德昌随即就提出要求 如果要结婚 就必须维持柏拉图示爱情 她表示不希望他们的爱情参加杂志 这样他们也能共同把精力放在事业上 其实在小兵看来 从杨德昌的离谱要求 就可看出她对这段感情的态度并不真诚 然而蔡琴当局者迷 依然接受了她的要求 随后两人依照杨德昌的要求 度过了十年的五行婚姻 离婚时蔡琴已经37岁 错够了最佳生育年龄 小兵觉得或许她当时的想法是 如果能和爱人相守一生 即使没有下一代 也可以平淡幸福地度过一生 可她的十年守候 却换来了杨德昌的背叛 1995年 杨德昌劈腿18岁的钢琴家彭凯利 随即就毫不犹豫地甩掉蔡琴和她离婚 和蔡琴结婚时 杨德昌的柏拉图式婚姻 讲得冠冕堂皇 可遇到小三顿时就换了另一副面孔 再婚之后 杨德昌和彭凯利生下了一个儿子 夫妻俩经常出双入队 出席电影节红毯 还带着儿子参加各种活动 杨德昌还自称 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而杨德昌是怎么评价和蔡琴的婚姻的呢 离婚后她公开表示 十年感情一边空白 不仅对前妻毫无愧疚之意 言下之意还是前妻耽误了她十年岁月 渣男能渣到如此地步 实在是令人唐木结舌 可蔡琴对杨德昌这段话的回应 却显得很宽容大度 她表示为了这段感情 她也曾付出一切 对她而言并不是空白 在被渣男背叛后 还能说出如此顾全双方体面的话 已经相当不易 从此也能看出蔡琴为这段感情做出了多少牺牲 多么努力隐忍 2007年 杨德昌因病去世 蔡琴还在采访中感慨落泪 她表示 早知道她生命这么短暂 宁愿和她早点离婚 让她好好享受生活 小编觉得 由此可见蔡琴对杨德昌确实是用情之身 只是把感情错付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了 前两年蔡琴自保 她曾经和一位圈外富商再婚 只是又以离婚告终 2016年 她在演唱会上表示 这辈子不会再嫁人 已经决定嫁给舞台 是音乐为她的终身归宿 如今很多年轻人都向往不婚主义 对于蔡琴这样站在歌坛顶峰的歌手而言 婚姻并不是生命的全部 但不可否认 这仍是她心里无法摸平的一道伤痕 在综艺里都忍不住激动落泪 平时的生活里一定更容易触景伤情 希望已过花甲之年的蔡琴老师 能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希望音乐能够抚平她前半身的伤痕 蔡琴曾经被唱片公司卖掉了三次 老爸老公相继离开后 公司认为她是不祥之人 将她直接拉入了黑名单 然而蔡琴是红还是黑 不是公司说了算的 2019年蔡琴在北京演唱会现场 全场掌声雷动 座无虚席 饱到不老的蔡琴 在62岁那年完成了自证 用歌声证明 老娘还没有过气呢 蔡琴的歌声有多好听 这么说吧 几乎所有音响店的老板 都会用她的歌去适应 出道43年 她的歌声依旧能引起不同年龄段的功名 因此蔡琴也被称之为 华语乐坛的不老松长情书 6070后是听着度口你的眼神 度过的度口年华 8090后看无间道士 听着被遗忘的时光 掉了一地的脊皮疙瘩 有人说 蔡琴是行走的混响器 她的歌声空灵 穿透 如同远上的呼唤 回音久久不散 1957年 蔡琴出生于台湾高雄一户普通的家庭 父亲是海员 经常出海 母亲经常独自一人照顾一家老小 蔡家共有四个孩子 蔡琴作为老大 经常肩负起长姐如母的责任 跟在母亲身边一起料理家务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家里的开销也越来越多 甚至达到入不敷出的地步 日子过得很苦 但是蔡琴却学会了苦中作乐 心情郁闷的时候 她经常用唱歌来疏解心绪 而心里的压抑也因此一扫而空 久而久之 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 高二那年 因为家里经济困难 蔡琴辍学了 但是她从未放弃过考大学的梦想 一边自学 一边辅导弟弟妹妹的功课 两年后 蔡琴考入了大学 而弟弟妹妹也紧随她的脚步 步入象牙塔 继续深造 蔡琴读大二那年 当时参加了一场歌唱比赛 因为当时的获胜者 蒋明是一把吉他 为了得到喜爱很久的乐器 蔡琴过关斩将 终于得偿所愿 有了乐器的助理 蔡琴的演唱技巧也日争成熟 在此之后 参加了很多歌唱比赛 渴望愉悦龙们 改变素人平凡 命运的小女生 就这样 勇敢无前的力争尚有 1979年蔡琴凭借方唱 潘安邦的《恰死你的温柔》 在歌坛正式出道 凭借初出茅庐 即展露头角的人气度 蔡琴趁热打铁 接连推出《秋景跟你的眼神》 这两张专辑 听蔡琴的歌 如同和她本人对应一壶老酒 因为她的每首歌里 都有一个可以下酒的老故事 绵远悠长 有歌迷曾经这样评价 当年MP3流行时 下载的第一首歌 就是蔡琴的《渡口》 这首歌之所以传创度 如此之高 和蔡琴那段忧伤的童年故事 密不可分 这首歌里充满了离别的忧伤 正是蔡琴幼女时 每次送别父母出海的心情 父亲每次出海 都会给家里的每个孩子 留一封告别信 那厚厚的性质 写满了父亲的叮咛与关爱 却写不尽父亲的牵挂 每次思念于大海搏击的父亲 蔡琴都会掏出兴致 看了又看 那种感觉像极了生离死别 或许正因如此 蔡琴才会这样说 《渡口》里的每一句歌词 都寄托了我对父亲的回忆 《渡口》旁找不到一朵香送的花 就把祝福别在经上吧 而明日明日又隔天涯 现实生活中 蔡琴是个很感性的人 对于音乐有着很高的敏感度 尤其是听到那些 能够勾起他心弦的声音 他在参加综艺节目 这样唱好美时 听完李佳格演唱的 《不必在乎我是谁》后 蔡琴有感而发地说道 你让我好感动 因为我这辈子 永远没有机会当妈妈 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尝到的角色 不能做母亲 是蔡琴一生最大的遗憾 或许现在很多选择 丁克生活的夫妻 很难理解 但是五六十年代生人的老一辈人 或许会赶出颇生吧 家是一家人在除夕夜 一起包饺子的温馨甜蜜 是每逢家节被私卿的那一份牵挂 是当你下班后 拖着疲惫的身躯 走到家门时 听到孩子和爱人吵闹的声音 这就是人间烟火的味道 然而蔡琴至今膝下空空 这一切都源自于 她那段波拉图时的婚姻 1984年蔡琴搭档 侯夏贤 柯一震等人 参演杨德昌指导的电影 青梅竹马 她在这部电影里扮演阿珍 彼时的杨德昌 是有一个美国媳妇的 但是女方并不愿意 跟随她回台湾 搞电影饰演 两人因此脑白了 离婚的单身男人 如同嗅觉敏感的单身狗 很快就嗅出了蔡琴身上 沙白甜的味道 就这样 彼时涉事未深的单纯少女 就这样沦陷到 老谋深算的中年大叔怀中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转发